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大揭秘 4月23号 中国人民海军再次迎来一年一度的海军节 这次海军节是自2009年中国设立该节日以来的第十个海军节 也是中国人民海军建立69周年纪念日 69年来 人民海军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经历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如今 中国海军的整体实力已经是金飞锡笔 初步建成了一支具备远海作战能力的蓝水海军 那么 海军节为何会选择在4月23号 人民海军的发展历程又经历过哪些重大转折 未来 中国海军还有哪些短板需要弥补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杜文龙 曹卫东 卫东旭 卫您 深入解答 4月23号是人民海军成立纪念日 航行在东海海域的航母编队辽宁舰举行主题活动 航行与兽兽主播 天空必有海军 600余名参训官兵在飞行甲板整齐列队 重温习主席在南海阅兵时的重要讲话 就在同一天 首艘国产航母也传来喜训 该舰正在为出海海试做最后准备 中国海军即将迎来双航母时代 而这也是对人民海军建立69周年最好的纪念 在现代海战体系中 航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强大的航母编队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 也是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重要保证 2017年4月26号 首艘国产航母主船体完成建造 动力 便利等主要系统设备安装到位 在大连举行下水仪式 从改舰到自主建造 中国建立健全了航母设计的规范和技术标准体系 据国产航母工程总指挥胡问明介绍 通过国产航母的建设 一万多台与航母相配套的一级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 从设计上看 首艘国产航母虽然与辽宁舰有着完全一样的舰载机起降方式 和基本一致的舰体外形 但在飞行甲板布局 武器装备 机枯面积 舰导设计 以及电子设备上都发生不小变化 这些变化使得国产航母的性能辽宁舰有了进一步提升 在航母的配套兵力建设上 中国海军也取得了惊人成就 2017年6月28号 中国首艘055型万吨驱逐舰 在上海举行下水仪式 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 装备由多波段 多套相控阵雷达组成的 综合射频作战系统 同时安装了大尺寸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 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 防空反导和对海对陆打击能力 是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 69年 中国海军从一穷二白到即将进入双航母时代 这对于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有何重要意义 杜老师 从白马庙到亚丁湾 中国海军砥礼前行了69年 从当年的空前快到现在的双航母战斗群 那么说明中国海军正在经历由大象强的转型 一般把单艘航母战斗群称为威慑 那么双艘航母战斗群称为实战 如果今后中国拥有了双航母战斗群 我们既可以在不同方向分别应对两场危机 同时还可以在一个主要方向应对比较大的危机 这样对于中国海军在海外远海地区保卫中国国家利益 捍卫中国中国主权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 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 而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表明 没有强大的海军就不可能有大国的崛起 在18世纪中叶 中国的人口和GDP曾占据全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但由于缺乏海洋意识 长期执行海禁政策 导致中国处于有海无防的状态 160年前的1858年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天津条约 依据条约 中国许多港口对白开放 西方军舰也获准在长江等内核中巡航 自此以后长达90年的时间里 英国 法国 美国 日本等列强的炮舰 树枪而上 将侵略的触角伸进了中国的内陆腹地 1937年 弱小的中国海军在长江下游的江淹水域 与强大的日本海军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海战 经过108天的陆海空大战 中国海军主力第一第二舰队的49艘战舰 或被日军飞机击沉或自行凿沉 中国海军经历了自甲午海战之后的再次全军覆没 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 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强大的国家 1949年4月23号 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构在白马庙成立 张爱萍任司令兼政委 人民海军自此诞生 然而此时此刻 对刚刚诞生的人民海军来说 自己还只是一支有名无实的海军 在1950年 新任海军司令萧敬光到危海视察时 想上刘宫岛还得向当地渔民借船 而这正是人民海军成立之初的真实写照 1953年 毛泽东主席在视察海军的四天时间里 五次写下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这正是新中国领导人 对其辱历史最深刻的感受 不能治海 必为海治 这是铁的事实 对于中国 更是血的教训 习主席曾多次强调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志 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现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历史中 绝大多数入侵者都来自海上 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用一二十年的时间 快速建立起了一支海军 但是一场战役便损失殆尽 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来说 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在新时代 中国海军又将如何做到向海图墙呢 郝老师 好的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 从1840年以后中国变成了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国家 而我们看帝国主义的侵略 大多数是来自海上 那么我们当时是有海无防 尽管就是有一些政府 也买进了一些洋枪洋炮或者是洋剑 但是都无法保证我们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呢 还是因为国家的综合国力太弱 那么政府的腐败以及没有一个强大的海军 那么即使呢有了一些先进的装备以后呢 由于它也不能正确或者是很好的加以利用 那么也没有能够抵御住外国侵略者 那么我们看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的人民海军呢实际上是非常弱小的 因为建国初期的时候 我们的舰艇是又小又旧 而且是五花八门来自各个方面 那么通过69年的这种发展 人民海军由弱到强 由小到大 而且我们这个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 从近海走向了远海 当然我们必须要回顾历史 还要看到我们当今的现实情况 因为习近平主席在检阅海军编队的时候 向海军官兵提出 就是我们现在建设强大海军的任务 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紧迫 习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指示呢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 现在从整个国家安全环境来讲 最主要的威胁方向仍然是海上 存在着海上化界的争端 所以我们海上方向的威胁仍然很大 中国海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有时还是在江河入海口的黄水区活动 因此许多人将当时的中国海军称为黄水海军 如今在经过六十多年艰苦发展 特别近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 中国人民海军完成了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的蜕变 今年四月十二号 一场举世瞩目的阅兵在南海海域举行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 也是新时代人民海军的豪迈亮相 此次阅兵共有四十八艘战舰 七十六架战机 一万余名海军官兵参阅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海上阅兵 辽宁舰航母编队精彩亮相 一大批新型潜艇 水面舰艇 作战飞机集中展示 其中党的十八大后列装舰艇 占授阅舰艇一半以上 南海阅兵集中展示了中国海军新型作战力量 这些作战力量中哪些值得我们关注 他们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魏老师 我认为在南海举行的这场盛大的阅兵式 可以说展示出了我们以航母为核心 构建这种远海作战编队的能力 那么首先航母辽宁舰上 在它的甲板上出现了十架左右的歼数舰载机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航母辽宁舰 它具备了较强的实战能力 那么我们看到 在编队的正前方出现了我们新式的核潜艇 那么航母辽宁舰和战略核潜艇同况出现 我认为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大家都知道战略核潜艇 像094型的战略核潜艇 它是国之重器 也是这种战略打击的利器 那么如果说它在执行战备巡航任务的时候 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潜伏 一旦有其他国家的反潜机 或者说其他的水面舰艇 对它进行刺探 对它进行跟踪 那么在必要的时候 其实航母甚至包括航母编队 也可以为战略核潜艇提供这种防空掩护 除此之外呢 在空中我们也出现了固定翼的反潜机 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陆基的这种大型的空机反潜装备 也能够对于整个航母编队进行这种反潜的掩护 中国海军在航母和驱逐舰等重点领域 已经逐渐走到了世界前列 未来在打造蓝水海军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短板需要弥补呢 曹老师 好的大家看到我们现在人民海军呢 有了航空母舰这样的大型作战平台 大家也知道我们有了万吨的这种驱逐舰已经下水 那么实际上呢 就说虽然我们人民海军有了这样大型的平台 我们可以看一个是它的数量还比较少 就是航空母舰目前只有一艘 其次呢就是说从同样的这个作战平台来讲 我们在质量上相比离世界一流的海军还有一定的差距 比如说美国的航空母舰 它全都是核动力的 而且是十万吨级的 它搭载的这种舰载机的数量要多得多 所以从这个质量上比我们仍然存在差距 那么从整个的海军作战体系来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缺少两栖攻击舰呢 等等一些其他的这些相应的舰艇 所以呢我们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同时 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差距 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海军啊 全面的提升 全面的向世界一流的海军来看齐 然后呢才能很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 保证我们的领土完整 人们常说百年海军建设和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 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从中国近代海军和人民海军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要建设世界一流的海军 我们不仅需要继承老一辈海军自强不息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更需要一个国家长期持续的技术和人才的积累 人民海军仍然任重而道远 好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辽宁舰航母编队 及轰6K轰炸机绕台的相关情况 辽宁舰前出膝态逐梦深蓝 飞沙挂载实弹飞行训练 航母战斗群初步成型 这样作战飞机的出动效率 作战效果有可能比较有大幅的上升 比如一架可以当成两架一架 甚至可以当成四架一架 如果有不轨的 也就是说有不轨的这些飞机 有不轨的企图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些战机 是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驱离的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据央视报道 辽宁舰航母编队 在台湾以东海域训练期间 进行了综合攻防对抗演练 日本防卫省称 这是首次确认辽宁舰舰载战斗机 在太平洋上空飞行 与此同时 中国空军从18号起 连续组织多架轰炸机 侦察机呈体系绕岛巡航 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那么近期解放军的绕岛航训 展示出哪些新特点 新变化值得关注 为了应对解放军高强度的绕岛航训 台战机的紧急起飞架次 是直线上升 台主管部门不得不紧急动用 6亿新台币预备金 补充战机零配件的损耗 此举是否表明 台军已经建成疲态 难以维持呢 据报道 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 在顺利完成海上大阅兵 南海演习 西泰远海对抗训练 等一系列重大演训任务后 于近日返回青岛 回顾辽宁舰的远海航计 实战化成为关键词 4月12号 刚参加完海上阅兵的 辽宁舰编队 在南海海域按实战状态展开 围绕作战体系构建与运用 突破潜艇伏击区 远海制海制空作战 等多项内容进行演练 在制空演练中 多批多架歼15舰载机 依次起飞前出 与南海舰队航空兵 展开自由空战对抗 航母甲板上各岗位官兵 紧张高效地保证舰载机出动率 歼15和直升机 轮番起飞 降落 加油 再起飞 创下了辽宁舰舰载机 单日出动架次的最高纪录 并且是连续保持 达成了预期目的 4月19号夜间 辽宁舰航母编队马步停蹄 经巴士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海域 拉开了海上综合攻防 对抗演练的大幕 演练中 由辽宁舰 厦门舰 郑州舰 林仪舰 烟台舰 以及数十架舰载机 组成的同方编队密切协同 对长春舰 济南舰扮演的蓝方编队 实施精确打击 有效提升的航母编队 远海舰机兵力协同运用的能力 舰载机 单日出动次数 是衡量航母作战能力的重要指标 它除了受航母吨位 起降方式 舰载机性能等客观条件影响外 与指挥调度人员训练装备维护 直接相关 辽宁舰舰载机 连续高强度出动 实现了历史最高出动架次 这里面有何战术价值 对于中国海军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呢 杜老师 如果在单位时间内 出动更多的舰载机 这样意味着 可以完成更多的作战任务 如果这个效率相对降低 以前的一架飞机 只能当半架飞机使用 如果提高效率 特别是从目前机库甲板 到整个装弹 检测 各个环节的保障连续进行 这样作战飞机的出动效率 作战效果 有可能比较有大幅度的上升 比如一架 可以当成两架用 甚至可以当成四架用 所以航空母舰 舰载机的承载能力 它只是作战标准之一 能够用多少 能够用好多少 能够高效率的指挥多少飞机 这才是真正的作战指标 对于辽宁舰编队的动向 最紧张的要数台湾 日本了 他们又会作何反应呢 据台防务部门称 辽宁号编队19号晚间 通过巴士海峡 20号持续向东 航向西太平洋 台军则派出机舰 全程掌握动态 与此同时 日本海上自卫队 也紧急出动 对辽宁舰编队 进行跟踪监视 据日本统合幕僚监部 发布的信息 自卫队择务号驱逐舰 秋月级驱逐舰 以及第五航空群的 P-3C返潜巡逻机 于20号上午10时半左右 在太平洋公海上 发现了向东行进的 辽宁舰编队 并拍摄到中国舰艇的照片 由此可见 在辽宁舰编队的周围 并不太平 而从央视公布的画面来看 辽宁舰远海训练期间 有数架歼15挂载 霹雳8 霹雳12导弹10弹 在甲板上随时待命起飞 以惯例 这一状态的战机 也被称为战备直搬飞机 目的很可能是应对 突发海空事件 航母在进行正常训练时 是如何确保周边海空域安全 如果出现突发状况 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曹老师 实际上每次航母出去训练 或者执行任务的时候 它是一个航母的编队 所谓航母的编队 就是说在它的周边 既有驱逐舰 护卫舰这样的水面舰艇 在水下还有核潜艇 这样的水下的作战力量 所以它是一个体系的力量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 一艘航空母舰 那么无论是它出到远海 还是在近海 那么它首先就是要 对空中的目标 进行发现和拦截 那么再有就是潜艇 它隐藏在打烊底下 所以我们不但要靠声纳 而且要靠水下的潜艇 来以潜工潜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保证好 自己编队的安全 而且是通过我们 这个整个的编队体系 来解决对空对海 对水下的目标的搜索 包括我们的看不见的 就是网络电子对抗 这个领域里边 我们也要进行相应的侦搜 和相应的对抗 在辽宁舰训练期间 出现了挂载实弹 随时待命的歼15舰载机 曹老师 这个新变化该如何解读呢 我们过去的训练 主要检验飞机的性能 和它的这种载重量 而现在我们不但是 能够昼夜的 在舰上进行起降 而且挂着实弹 说明我们的舰载机 已经开始担任 能够这种作战值班的任务了 因为它是实弹 而且我们知道 在西泰这个海域里边 它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可能有各国的军机 或者各个地区的军机 可能来进行侦查 来监视 可能还有进行挑衅的 那么一旦我们的 坚15飞机 在挂上时代以后 也就是在我们的演习期间 如果遇到有挑衅的行动 那就是说我的坚15的飞机 是可以执行相应的军事任务的 因为我们在进行正常的军事训练 如果有不轨的 也就是说有不轨的这些飞机 有不轨的企图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些战机 是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驱离的 那你没有真正的实弹 你怎么对人家进行驱离 所以说呢 它的这种训练的任务 同时也是担任 实际的战备值班的任务 据报道 辽宁舰自成军以来 已经有5趟 共计10次接近台湾岛外海 第一趟是2013年11月 辽宁舰自台湾海峡南下演训 随后于12月沿原路线返航 第二趟是2016年12月 辽宁舰编队穿越了宫谷海峡 沿着台湾岛以东海域南下 并于2017年1月从台湾海峡返航 第三趟是2017年7月初 辽宁舰自台湾海峡南下 参加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活动 并在7月中旬原路返回 第四趟是今年1月初 从台湾海峡南下 并于1月中旬原路返航 第五趟则是今年3月20号 台海南下 并于本月20号 经巴士海峡进入西太明洋 这也是辽宁舰服役以来 第二次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 而就在20号当天 解放军空军两架轰-6K轰炸机 也进行了绕台训练 4月18号至20号 中国空军连续三天 出动轰-6K轰炸机 运把侦察机 歼11战机等机型 实施了成体系绕岛巡航 解放军轰炸机编队 近日在绕岛巡航期间 遭到两架不明战机 近距离耗尽 由于我方任务机群 有歼机机 电子战机护航 因此并未受到感染 几分钟后 两架不明军机脱离消失 据我方机组人员介绍 像这样的情况 在绕岛巡航过程中 经常遇到 双方对峙 有时甚至长达几十分钟 去年9月 央视就曾在节目中披露 轰-6K轰炸机 飞越巴士海峡时 遭不明战机拦截 对方不停地 向轰-6K展示导弹 最近距离 一度只有十多米 最终 在对峙十分钟后 对方先行离开 从拦截战机的外观判断 该机疑似是 台军花莲基地 401连队的F-16 在本月最新的 空中半飞画面曝光后 台方很快证实 抵近空-6K的两架 不明战机 依旧是台军的F-16 台媒还称 在19号中午 解放军军机 进入所谓 台防空识别区后 台军地面战管人员 两小时内 用无限电 喊话超过45次 要求解放军掉头 但遭到无视 在轰-6K绕岛训练期间 台军的F-16 也紧急升空 进行所谓的全程掌握 这样的行动 能给台湾当局 带来所谓的安全感吗 魏老师 当然不能给它 带来所谓的安全感 我们知道 台湾空军所使用的 F-16战斗机 只是它的早期 或者说中期的型号 无论是针对 空中目标的监控能力 或者说打击能力 其实从现在的标准来看 已经完全的落后了 那么我们大陆解放军的 轰-6K轰炸机 在相关的空域进行训练 或者说 在相关的空域进行飞行 它绝对不是单打独斗 我们的身边 还要有带刀保镖 比如说我们 双发的重型战斗机 像歼-11的改进型号 甚至包括苏-30 甚至以后可能会出现在 相关空域 相关海域的苏-35 那么它在面对台湾的一些 单发的轻型战斗机的时候 像F-16或者说这个经国号战斗机 我认为它控制相关空域的能力 可以说是全面占优势的 那么无论是航程 载弹量 包括机载雷达的性能 以及空中的格斗能力 我们都占有这种压倒性的优势 那么我相信台湾方面 无论是出动什么样的战斗机 它都不敢轻举妄动 解放军近日展开台湾海峡水域实弹演习 战机连续绕岛巡航 辽宁舰编队也现身台湾东部海域 对此新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 严德发似乎有点急了 22号 严德发专程前往台军屏东P-3C神欧基地 握着拳对台军官兵扬言 解放军不管从哪里来 我们都掌握得到 台军自夸称 此次运用P-3C E-2K等具备长时间制空 且侦搜性能优异的机种 采取24小时不间断 前推预制部署 使侦搜范围向外延伸 发挥早期预警功效 实现对解放军动态的掌握 尽管台当局强做镇定 宣称对所有情势都有相当完整的掌握 但岛内仍然草木皆兵 据报道 微应对解放军频繁绕台 台军各型号战机紧急起飞架次急剧增加 零件损耗加快 年度预算已经无法支应 台防务部门紧急动用了 近6亿新台币的第一预备金 支持战机零件损耗 这是1996年以来 台军方首次以类似理由动用预备金 台湾学者对此表示 第一预备金只有在紧急状况下才可使用 台军对解放军例行巡航已疲于奔命 可见两岸军力寻输 台独毫无底气 由于解放军常态化绕台台军为了补充战机损耗动用了第一预备金 那么这个举动是否表明台军已经建成疲态 难以维持了呢 杜老师 从目前看台湾不同方向 已经没有所谓的安全所在 包括加山洞库 以及苏澳基地 它的苏波地域 现在完全暴露在绕岛进行训练的解放军各种作战平台的火力打击之下 而且目前海上编队的绕行行动也非常频繁 包括飞机损耗 对于目前台湾地区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如果能够在不同方向 对不同目标进行没有死角的打击 意味着整个地区不可能有一处空域和海域安全 任何一处基地都是重点突击的作战目标 如果在这个时刻 把所谓的预备力量藏入某一个区域 也基本上没有办法提高它的生存系数 所以不光是提态行程 那么今后在这个地区进行各种所谓执行活动的能力 也会大幅度下降 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解答 也感谢您的收看 聚焦军事新闻 关注创业资讯 感谢3月58创业信息网的大力支持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